Hello 快手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常德 今天我们聊聊福建的德化瑶 我本身是福建人 作为一名收藏家 本土的产品对自己总是有特别的意义 大家知道出国在外漂泊的人 对家乡的依恋总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所以故乡的事物对我们在外的游子来讲 都是魂牵梦影 好了 回到主题来 在福建的德化县 宋元时期 已经开始烧制青池白池 到了明末清初 德化瑶的烧制工艺达到了巅峰时期 是当时著名的民谣之一 以烧白池著称 他们的胎又浑浪一体 观论如语 有象牙白 猪油白 冲耕白 剑白 中国白等等 为当时中国白池的代表作品之一 大家知道 在明末清初 因为朝代更爹 战争连连 仅德政的制池工业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所以这次工匠和技术也浪移到了福建一带 福建的纯州港 也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出口 工匠和技术的进步 使这一时期的德化瑶产生的 杰出的品种 德化白池 也因为出现了核潮中 林子信等杰出的工匠 使德化瑶盛名于海外 欧洲人称呼他们为China White 也就是中国白 德化瑶的白池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白池的审美和品味 作为福建人 我为我的故乡这个历史文化感到骄傲 这期制作挑战快手名长德化瑶最美产品的意愿 第一 希望挖掘出名长中德化瑶的精品 第二 增加大家对德化瑶的这个文化的认知 第三 对自己对德化瑶有更多的了解 好了 如果你的手中有非常好的德化瑶产品 可以分享给我 如果达到我的要求水平 我会把你的作品增加到这个系列中 可以让喜欢德化瑶的常有欣赏和学习 常得在这里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么什么样的德化瑶是精品呢 第一 还是气形 德化瑶最出名的还是人物造型 像佛式的挪汉 光阴照相 第二 是香儒 德化瑶的香儒 古朴 纯净 优美 第三 是花瓶 第四 是柚 白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如果在洁白的柚层上 有死愿造成的很损伤 经过时间的氧化 会留下难以弥补的痕迹 白色加上黄色或者黑色 对欣赏有致命的缺陷 第三 是胎吐 以白中泛红最美 而洁白无瑕为家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德化瑶 精品的常有 希望你荆棘参加活动 我们有征集哦 好了 再见 快手的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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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